兩隻搜救犬 腿腿和Melody在中心大學的醫療室內 受醫師幫他們檢查眼睛 牙齒 做抽血 心血管超音波 X光等等 全身健健 不管是抽血 聽診 還是運動器官測試 搜救犬 腿腿和Melody檢查過程中配合度十足且相當穩定 但其中一隻搜救犬Melody被檢查出來 眼睛分泌物稍微多了點 這可能會跟他這幾天 他的這種氣候的改變 或者是說他的飲食習慣有很劇烈的不同 造成他的淚水的分泌量會有一些影響 搜醫師說Melody眼睛分泌物比較多 可能是因為氣候和飲食改變 影響淚水的分泌量 一經開眼藥水 只要定期點藥 很快就可以回住 台中兩隻搜救犬協助土耳其救災 任務完成回國 投好壯壯 一切正常 華新聞林佳燕 鍾芸光 台中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